经过长达8年的谈判 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终于落笔签订 这将是在未来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 地缘政治格局的大事 而CEP从2012年开始谈 由东盟使过牵头 再加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 形成十加六模式 而CEP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 世界经济主要四大板块 欧洲经济板块、亚洲经济板块、北美经济板块、南美经济板块 其中亚洲经济板块因市场庞大人口众多 潜力巨大、颇受关注 而CEP就是一次亚洲经济板块的伟大整合 那我们从国家角度来聊聊RCEP的重要性 首先是中日韩 先看这张表 可以看到在这五个国家中 有一个妖怪、有一个找茬的 那就是日本 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签署了FTA 唯独没和日本签 韩国也一样 和其他国家都签了FTA 就没和日本签 日本抗拒和中韩签FTA 要不然牛逼的中日韩自贸区早成行了 日本抗拒的原因是 后头有只手掐着他的脖子 不让他签 更不让中日韩自贸区成行 每当中日韩自贸区传出有重大进展 看起来要成功时 总是要视频出 2012年 中日韩自贸协议局都良好进展 眼看着迈向下一阶段谈判 突然的 日本冒出一个右翼政客 叫十元圣太郎的 这个十元圣太郎 跑到美国华盛顿去发表演讲 抨击日本政府软弱无能 果然叫嚣要购买钓鱼岛 这件事立刻引起悬然大波 本来都已经没什么人提的钓鱼岛 一夜之间又回到风口浪尖 日本人被煽动起来 网上发起一人捐一万 购买钓鱼岛的活动 中国这边也立刻反击 重申钓鱼岛属于中国 原本中日韩自贸区谈得好好的 一夜之间 两国从民间到政府 突然剑拔弩张 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被逼为要不要去视察钓鱼岛 野田难堪的难以回答 随后 日本又以议员 和一群日本人巡视钓鱼岛 中国这边的保钓人士 也积极出征 捍卫国家主权 此时此刻 已经没有人再提中日韩自贸区了 中日关系降值新兵点 谈判关键时刻 十元圣太郎 突然跑到美国去发表 勾导演讲 一批一细批 不久后极力推动 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 日本金融大臣松夏中阳 在9月10日 与家中离弃上吊自杀 日方对外公布时说 松夏自杀 可能因为一段婚外情将被揭露 于是羞愧而死 松夏自杀仅仅一天后 9月11日 另外一位和松夏 一起推动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官员 刚刚被任命的驻华大使 习工申医 在东京自己家外面的路边 突然昏倒 随后被送医急救 病逝 年近60岁 没有中日韩自贸区 什么事都没有 自贸区亦有重大进展 购导闹剧来了 羞愧自杀来了 急症死亡也来了 中日韩自贸区是雷呀 谁碰死谁 这是中日之间的 而在日韩那边也一样炸雷 日韩间的主岛 也恰巧在那个时候爆发危机 李明博还亲自登道 都于是直接宣告了 中日韩自贸协议的死刑 因为我们见证过 经历过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艰难性 离奇性和阻碍性 所以才更为感叹 RCEP的来之不易 RCEP是目前唯一一个 将中日韩三国 包裹在同一框架下的自贸协议 东亚三国 要是能真正的握手言和 那对美国来说 绝对是噩梦 RCEP能够谈成 背后一个关键原因是 美国的不干涉和日本的不甘心 中日韩自贸区破局后 日本想着的一直是 想念这个东西 在如今这样一个全球化世界中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每个国家都需要构建自己的朋友圈 有朋友圈的支持 一个国家才可能良好发展 上面这张图 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又一个朋友圈 原本美国计划是构建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这个朋友圈来孤立中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图上的其他朋友圈 都是一个个单独的 唯独RCEP和TPP 这两个朋友圈有高度重合 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地缘政治斗争 索新2016年特朗普上台 他上台的第一件事 就是美国退出TPP 美国退出TPP后 开始奉行孤立主义 对一切国际组织都呈现出排斥态度 这让日本很愤怒 也很无奈 日本他不甘心 TPP就这么死了 于是安倍自己主导了一个 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可如此大型的区域贸易协议 如果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国 在里面支持的话 你是不可能玩得转的 日本虽然经济强大 但却又是外交和政治的侏儒 所以CPTPP虽然在搞 但意义不大 日本最终还是要选择认清事实 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说 拒绝参与大型贸易协议 得于是拿刀往自己身上割肉 美国的不干涉和日本的不甘心 促成了这次RCEP的胜利签署 当美国缺位时 加入RCEP成了唯一的最佳选择 根据协议 中国商品进入日本的初期关税 撤销率为56% 韩国商品进入日本的初期关税 撤销率为49% 日本依然坚持的关税壁垒 为农产品方面 不过对中国来说 中国是人口大国 也不是农产品出口大国 中国需要先确保自己的粮食安全 2019年 中国农产品出口减少1.7% 农产品进口增加10% 中日之间的产品互补于高 但日韩之间的产品 则竞争率要高于互补率 今天 虽然中日韩自贸区上无下文 但中日韩却在另一个更大的框架下 融入到一起 这是重大的一步 我一直相信一个原则 凡事都先要有再要好 你必须先有这个东西 然后才能去完善它 中日韩的经贸整合就是这样 你必须先要有 然后再来谈完善和更多的关税壁垒撤销 诞生与RCEP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 比中日韩直接的自贸区合作要安全得多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RCEP里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 但日本很清楚 RCEP会深受中国影响 而日本必然是不会服中国主导的 所以日本就一直打着这个算盘 它要拉拢印度 联合日印两国的力量 来牵制中国对于RCEP的影响力 对此 印度也举双手赞成 印度当然不会服中国主导 一听日本要日印联合 共同卫制中国影响力 马上加入 但印度当猪队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本来这份重大的RCEP协议 去年就有签署的苗头 但印度这颗老鼠 是在会议中频频作梗 印度是典型的 本事没有 屁事很多 印度最大的问题是 农业人口过多 2018年 68%的印度人是农民 但是农业只占GDP的16% 这表示印度农业人口多 但农业生产水平很落后 很多地方没有政府补贴 农民都活不下去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RCEP已签下去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农业大国强国的产品 涌入印度 这对于印度农民的生计来说 是沉重打击 印度没有像日本那么强的溢价能力 能说服其他农业大国 让印度保持一定的农业壁垒 所以印度一直在这个问题上 拖累整体协议签署 而在另一个议题上 印度也完全是副作用的存在 2019年10月 本来东盟10加5都谈得好好的了 就等着年底签约了 突然印度跑出来说 要求大家在协议里加一条 关于允许电子商务数据在地化的内容 就是你想要在印度搞电商 你的数据库和一切计算设施 都必须在印度境内设置 以确保印度数据资讯的安全性和精密性 印度的这一做法 严重违反自贸协议中 关于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条款 印度在2019年RCEP签署前夕 突然提出这么个玩意儿 其他国家都不答应 连安北境三东实名反对 因为限制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 这也直接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本是没有批示很多的印度 惹恼了在场的所有国家 最后印度不心意 你们不同意 我就退出来威胁各方 而印度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的威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各国都态度冷淡 见没有人帮他说话 印度自己也下不来台 只好退出 谢天谢地 印度走了 印度一走 反而让RCEP的各项协议 最终谈判更加顺利 于是原本的十加六模式 变成了今天的十加五 没了印度 一直到2020年 日本好歹替印度说了一次情 毕竟印度市场很大 印度加入会更领域RCEP的发展 日本提出了 无条件复原的原则 也就是只要印度 同意各国签署的RCEP条款 印度就能随时随地的回来 日本的提议没有国家反对 只要印度按现有规则来 就还能回来 而去除掉印度后 RCEP的预估价值如下 东盟十国这几年发展迅速 加起来已经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了 仅次于美中日德 从人口比例来看 RCEP在去掉印度后 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 29.7% 接近30% 也就是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包含在RCEP中 而如果印度那天不捣乱了 要加入了 那RCEP的总人口 将占世界人口的近一半 相比之下 欧盟仅占世界人口的6.7% 美加莫协议仅占6.5% 所以你就知道RCEP有多庞大 那再来看看最重要的人口结构 RCEP协议下的15到64岁的人口 占世界这一年龄段总人口的31.6% 如果纳入印度的话 RCEP占全球劳动人口的占比 超过40% 相比之下 欧盟为6.7% 美加莫协议为13.2% 而以经济总量来看的话 RCE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8.9% RCEP经济总量比美加莫大1.6% 比欧盟大7.1% 我们再从货物出口角度来看 东亚供应链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工业链 在这个强大背景下 再加上多蒙十国 可以说RCEP对于全球制造业的影响 巨逐轻重 RCEP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 占全球比重26.1% 比美加莫高出11.8% 而从投资未来的角度来看 RCEP吸引世界各国投资者的直接投资 占比高达38.3% 也就是全球的直接投资资金 只是直接投资 而CEP就吸引了全球38.3%的资金 将近四抽 上面这些数据都说明一个问题 RCEP规模庞大 人口众多 未来看好 讲的更直接点 过去一百年 人类文明看西方 看欧洲和美国 但是在未来一百年 这一情况将会逐渐转变 学生的中心将从为西方乐 慢慢转变成西方与亚洲的双中心论 而CEP关乎的不仅是中国 更是亚洲 更是亚洲重新拿回世界的重要贸易协议 最后相信大家有一个疑问 而CEP的直接对手 是美国主导的TPP TPP2016年被特朗普废了 那么当拜登上台后 会不会重拾TPP 再搞TPP和RCEP对决呢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们看TPP死亡的原因 就一目了然 TPP为什么死亡 是特朗普让他死亡的 那特朗普为什么要让TPP死亡 因为TPP的大举开放式贸易协议 会对美国铁锈带和中西部的衰败州 形成巨大冲击 简单讲 TPP一旦搞出来 美国的铁锈州会秀得更厉害 而铁锈州都是美国大选最关键的摇摆州 特朗普杀TPP 本质上是铁锈州选民要杀他的 那么拜登上台后 铁锈州选民就不要拜登杀TPP了吗 当然不可能 而且特朗普2020落败和经济无关 相反他的经济处理的不错 败落完全是因为疫情 没有疫情 特朗普稳定连任 2020大选 拜登赢的那几个摇摆州 差距都非常非常小 有的都不到1% 代表着这些铁锈州 还是有一大批人支持保护主义的 跟何况特朗普搞了4年的保护主义 拜登想要一夜之间改变 是非常困难的 TPP不会七死回生 美国的保护主义也不会那么快的转变 除非民主党不要政权了 更不要铁锈州选票了 另外在我看来 当今天RCEP签署时 有一个最尴尬的地方 就是中国台湾 当全世界都在大幅报道 RCEP的签署和它的影响力时 唯有台湾地区漠不作舍 因为台湾自己知道 它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和大陆的敌对关系 又始终谋求着台独的小算盘 台湾理所当然被排除 在诸多国际协议和组织之外 到2016年特朗普宣布撕毁TPP后 台湾是仅次于日本的 第二个如丧拷笔的地方 而CEP它是不可能加入的 而TPP如果美国强势一点 是可以让台湾加入的 但如今美国自己都不完了 日本曾想搞CPTPP 脱欧的英国也想加入CPTPP 以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联系 台湾最后的希望 似乎就是放在CPTPP 可以让它加入了 可在这之前要搞清楚一点 CPTPP采取的是共识诀 任何国际组织都会有两种决策办法 一种是共识诀 一种是多数诀 共识诀就是参与国都要同意 多数诀就是大多数同意 不巧的是 CPTPP采取的是共识诀 也就是说 如果台湾想加入TPP 就必须得到TPP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那在CPTPP里 就有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等国 这些国家就根本不可能为了台湾 而去损害和大陆的关系 所以只要大陆不点头 台湾想加入CPTPP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台湾那些独派在高喊 我们还有CPTPP时 麻烦他们先搞清楚什么是共识诀 今天RCEP的签署 代表着一个很明显的历史趋势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就迅速加快 一个世界的亚洲更符合各国利益 而在这个一体化整合过程中 谁掉队 谁就会落后 而落后就必然挨打 印度迟早会无条件加入RCEP的 它不可能自觉于周边所有国家 至于台湾那群独洼 景底的风景 对他们来说总是那么优美 所以就会准备下来